最討厭哪一種雷隊友 媽的我是討厭 明明是不招 你只做美軒的工作 他男的的GY 然後你做美軒就算 你只做設計 你也不做所有的美軒 你都在跟我抱怨 連明天要產布的時候 你他媽的 你還不做產布 你只做設計 你去吃吃飯 歡迎收看大學稱號囉 我們來到中國科技大學 是不是又要開學了 所以我們才來到學校 對 沒錯 開學呢 我們最怕遇到什麼 雷隊友 沒有錯 我跟你講雷隊友真的是看不出來 你就像埋在地上的地雷 你踩到那個砰 就爆掉了 他們表面看起來很和善 很可愛 然後跟你很要好 殊不知呢 他在報告上面 處處的雷你 對 他就像地雷一樣 碰碰碰碰 幫你沈地雷順 在那邊哄到他這樣 然後老師都不知道怎麼回事 然後反正老師就覺得你很雷這樣 所以呢 我們今天列著的七種 雷隊友的類型 我們來問問中國科技大學的同學 你遇過了哪幾種雷隊友 或者是呢 你最怕哪一種雷隊友 再一次纏上你 好 那我們就 Let's go 同學我想請問你在大學 你最怕遇到哪一種雷隊友 嘴炮型 嘴炮型怎麼說你有遇過嗎 有啊 他怎麼了 就是只會出一張嘴 對 他不做事 嗯 就是這個嘴炮型 他都不做作業 然後會一直打嘴炮 比較怕嘴炮型 你在認真做事的時候 就希望有一個隊友跟你一起 一起認真做事 如果這種的話 他就會邊做然後邊XX掉 那你有沒有什麼話想對他說 給你一個鏡頭 乖乖的做事就好 不要只出一張嘴 希望你能畢業 同學你最怕哪一種雷隊友 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型 同學你有最怕哪一種雷隊友 全世界你最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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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已經撥空 我可能已經比你忙 然後我還撥空陪你出來做作業 然後你就說我本來要出去玩 同學你有遇過哪一種雷隊友嗎 或者最怕 有啊 遇過啊 哪一種 就是 交代他要做好的事情 然後到了 隔天要講教的時候 就說沒有 那你最後怎麼處理 我自己有做一份備份的拿給他啦 可是他居然也不想教你 我也不知道什麼 你為什麼不想教啊 都做了 最討論哪一種雷隊友 媽的我是台灣人 明明是不招 你只做美軒的工作 他男人的GY 然後你做美軒就算你只做設計 你也不做所有的美軒 都在跟我抱怨 連明天要禪布的時候 你他媽的 你還不做禪布 你只做設計 你去吃死吧 我覺得我最怕應該是 消失型 當你需要他的時候 你就真的找不到他 消失型 消失型 好了 然後就突然不見了 你也很常遇到那種人 還好啊 是不是都同一個人 對著他 Diss他 不要再這樣子 遺毒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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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經歷過嗎 是 還好啦 就是比較熟的人 就不會這樣子 就可能 呃 要做一些報告的時候 然後結果 要問他 然後都沒有 就是都不問 有遺毒 然後沒有回 然後來到學校問他 之後我在工作啊 就是 因為我常常都是群主理 就是會跟大家講說 要記得帶什麼 或是記得要傳什麼 然後可能就是那些人 覺得說遺毒 然後就沒事了 可是我會很怕說 他沒有看到 或是根本沒有注意看 然後就是 會 露死掉 對 對 所以至少求個貼圖 對對對 就是要讓我知道你收到 那你 有沒有想要 對他們說什麼 下學期 請至少回一個字 好 我現在給你一個平台 跟這種類型的人 講一句話 不要講了 大家做報告都很辛苦 還是互相一起 遺毒了 還是要回 好看完剛剛的街坊呢 我們中國科技大學的同學 也統計出來 大學的最怕的類型 有這七種裡面呢 其實有四種是 就是票選的算最高的 最多的 然後有三個呢 我覺得可以統整在一起 就是遺毒不回型 跟全世界你最忙的型 跟消失型 這兩個呢 一個是 你知道他還活著 他人還在 這個消失型是 你不知道他出什麼事 對他到底在哪裡 其實我覺得這個 不會讓人家很神奇 因為你會覺得 就是別放棄他 你就會自己做 那這個呢 就是你不知道 他到底幫你做了沒 還是你會擔心說 他到底把這件事完結了 你跟他們就讀過了 然後上課就 又還出現的人 對 不知道他怎麼辦 天氣又多厚 好 然後最後呢 是全世界你最忙 全世界你最忙 就是以自我為中心啊 沒錯 就是大家都已經把時間喬好了 然後你為什麼可以 因為你自己 私事 不行啊 我覺得這個很不OK 然後再來還有很多 是最泡心 對 泡心 也是很多人抱怨這件事 不要只會講 不會做 那我們來問一下大學 求學生壓力 最討厭遇到哪一種 他自己說要做 但是他都是拖到最後一刻 才做出來的人 因為我們自己是 就是作業會 提早做完 提早做 這樣會讓人家很緊張 也沒有時間修改 對 沒錯 然後交出去 好成就你 必須地盤 那我自己最討厭 勉強性 你是說他會那種 懶過來說 這我做 對 他可能就是 懶過來給你做 結果也是在隔天 要壓底線 然後給你交出來 然後是完全不行 我還要重做 我覺得那你就沒關係啊 因為我有事前講好說 我做的不好 但是我會把它做出來 很簡易的 但是可能就不是很漂亮 那你接受 我覺得這是責任性 對 就是你 你就講出來沒關係 我覺得你不要去那邊逞強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然後希望就是 過沒幾天就是要開學了嘛 祝你們啊不要再挑到這些人 一起做報告 對 好朋友不一定是好夥伴 大家要謹記這句話好不好 那如果你是雷隊友的話 看到這一隻就知道你多雷 拜託 對 你反省一下 雖然不是每個人的能力都很好啦 對 所以我們要老實說 但是也希望大家 多付出一點心 因為每個人都在這件事情上